当初明宫奉迎天子以令诸侯 我们共同其事 永为寒臣 可是今日的明宫还是寒臣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芒山野人 不知道你们觉得三国之中哪个国家的人才最多呢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说是草位 那么在草位众多的人才当中 有谁堪称是第一谋士呢 可能有人说是国家 有人会说是假许 甚至有人说是司马仪 别的不说 起码在策略游戏三国志当中 智力值排在最前的草位谋士 通常就是前面这三位 甚至网上还有国家不死 卧龙不出这句话 意在宣扬 国家比诸葛亮还牛逼 其实我觉得 如果把谋士仅仅看成是出谋划策的人 那么国家假许 可能确实应该排在最前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问题 问曹卫人才当中 谁的贡献最大 功劳最多 那么我敢断言 这个人一定是荀裕 荀文弱 然而讽刺的是 最后荀裕的人生结局却是一出悲剧 这又与他跟曹操的关系密不可恨 所以本期视频咱们就好好聊聊 荀裕之死 以及曹操和荀裕两人之间的关系 荀裕出生于公元163年 比曹操小八岁 一贯是影川影音 世家出身 叔祖寻爽 当过司空 他自己得在27岁时 恰恰也就是董卓上台的那一年 被举笑脸为官 所以没过多久 随着诸侯起兵 天下大乱 他就器官回了老家 影川地处平原 又位于关东联军与董卓控制的地盘之间 当时是各方争夺的目标 故此 巡御回乡后 就劝父老乡亲说 影川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 天下有变 常为兵冲 应该赶快离开这里 到别处去避祸 但是众人都不愿意背景离乡 犹豫不决 正好冀州木 韩复是影川人 派了人来接 于是巡御就携家带口去了河北 可等他到的时候呢 袁绍已经夺了韩复的位子 巡御也就暂时留在了袁绍队营 袁绍是汝南人 汝南又于影川毗邻 两郡都号称是东汉末年的人才聚集地 有所谓 如影多其事的说法 而原本初在青年时代就有能折结下世 士多复之的名声 所以他虽然占据河北 但对如影名士也很器重 同为影川人的心平 郭图 以及巡御的四哥 巡顺 当时都很受袁绍重用 巡御来头 袁绍也带他以上宾之礼 可以想象 如果巡御留在袁绍身边 待遇和前途至少不会比以上三人差多少 然而巡御却只在袁绍那边待了不到半年 便看出此人终究难成大事 于是转而离开河北 投奔了当时驻达在东郡 还只是一个奋武将军的曹操 实际记载 当时曹操大跃 不但称巡御为无知子房 而且马上让他解体夏侯敦 担任了自己的副手 这个时候巡御刚刚29岁 那么曹操为什么这么高兴 这么器重巡御呢 这是因为除了巡御本身的才干之外 更重要的是 这时候天下的名士基本都去投袁绍了 而曹操由于并非清流出身 追随他起兵的不是姓曹就是姓夏侯 有名气有号召力的名士一个都没有 这对于志在争霸的曹操显然是相当不利的 而巡御则是投奔曹操的第一位名士 他的来头不但对天下世人有示范效应 而且他本身还自带大量的人脉资源 通过巡御的引接 曹操就能与如影名士建立绿色通道 从而吸纳一大批如影骑士 极大的弥补起兵初期曹操映内部政治人才不足的短板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我们查阅史籍可以得知 从巡御来头开始 细致才 郭家 巡优 巡越 中瑶 陈群 杜席 心皮 赵衍等一大批影川士人 先后归附到了曹操帐下 极大的扩充了曹操的实力 弃于经由巡御举荐引接 而被曹操重用的非影川级人士也有不少 比如吃绿 化新 王朗 司马仪等 这些人后来都在曹操政权内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甚至有学者认为 所谓曹操集团 实际上就是以诸曹夏侯为代表的乔配武人 和如影文士的结合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 巡御起到的绝不仅仅是张良那样的作用 他同时也在扮演萧和的角色 用谋式这个词 是远远不能涵盖巡御在曹操当中的地位的 概言之 自从出平二年由袁绍树来投 巡御一共辅佐了曹操22年 22年的时光 曹操从一个手下只有几千人的杂号将军 成功的转变为了整个北中国实际的主宰 三分天下有其二 这期间 他每一次取得的关键性的胜利 可以说背后都有着巡御的功劳 当初衍州被判 是巡御守住眷城 避免了曹操无家可归 陶谦心死 曹操想舍礼部掀起徐州 是巡御家里建筑 使他彻底收复衍州 根据了后患 李绝孤四之乱以后 汉县帝自河东返回洛阳 又是巡御消除了曹操的疑虑 坚定了他奉迎天子都许的决心 许都朝廷初见 又是巡御向曹操推荐了郭家 巡优 中瑶 陈群等军政人才 帮助他树立了爱财好事 举贤任能的形象 关渡战前 面临袁绍强大的军事压力 还是巡御历臣四胜之论 鼓舞曹操营士气 给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 战局最胶着的时刻 曹操军粮不计 意欲退军 还是巡御劝他坚持下去 寻找机会 以奇迹破敌 这才有了后来的乌朝结粮和最终的胜利 袁绍败还河北后 曹操有意难征留表 巡御又劝他先定河北 再屠南京 才使得他在较短的时间内 荡平了元氏势力一同北方 以上这些功勋 在曹操阵营所有的文臣武将当中 如果说巡御称第二 那就没人敢称第一 这也是为什么 陈寿在三国制卫书当中 将巡御列为了曹魏异姓功臣之首的原因 对此曹操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在建安八年 他就表奏巡御为万岁亭侯 巡御以自己无野战之功推辞的时候 曹操还劝他说 君之相为旷臂 君之相为举人 君之相为建计 君之相为密谋 亦多以 赴公未必皆野战也 愿君勿仗 后来他还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巡御的长子 建安十二年 他又增巡御的十亿至两千户 还将表奏其为三公 巡御辞让十余次 才使曹操收回了成命 而曹操之所以如此厚待巡御 除了是对其功劳 给予合理的酬赏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巡御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谋士来发挥作用 他其实更像是曹操在事业上的合伙人 从本质上来说 早期的曹操集团 其实就是以曹氏夏侯氏为首的乔配五人 与以巡御为首的如影世人的结合体 如果没有巡御及其家族带来的社会资源 以及政治影响力 曹操的创业绝对不可能如此顺利 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 正是巡御成就了曹操 再加上巡御的品德和人格也无可挑剔 所以尽管他比曹操小八岁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曹操都一直将其视为良师义友 敬重有家 中瑶后来就曾对此感慨说 真正的明君以臣为师 其次则以之为友 以太祖之聪明没有大事 常先资之于巡御 此乃古师友之意也 同样从另一角度而言 也是曹操成就了巡御 因为在天下分崩 刀兵四起的乱世 对于巡御这样至存匡旧的知识分子而言 不投靠像曹操这样的民主 就无法实现其人生价值 正如东晋史学家袁洪所言 文若怀独剑之兆 而有救世之心 论实则人方涂炭 技能则莫出魏武 故伪徒霸朝 预谋逝世 这也是他当初之所以离开袁绍 转投曹操的重要原因 然而可惜的是 两人这种基于共同利益 而互相成就的合伙人关系 随着一同北方后 曹操轻易汉典的个人野心日益明显 到了赤壁之战前夕 或者说是孔荣被杀以后 实际上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 曹操是什么时候泯灭了自己当年 只想当个汉征西将军的理想 转而生出了取代汉士的野心呢 这个问题除了他本人 恐怕没人能知道 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到建安十三年以后 以两件事为标志 曹操的这个野心已经暴露的很明显了 一件就是他废除了东汉一直实行的三宫制度 自居丞相之位独揽大权 第二件事就是他在南征荆州之前 以诬陷的手段杀掉了民事孔荣 有意思的是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效力于曹魏阵营的士人 在政治立场上开始走向分化 对于那些身在曹营的知识分子而言 如果说之前还有人一厢情愿的幻想 追随曹操便是追随汉帝 曹公确实是匡扶汉士 忧国无私的民主 那么现在这个幻想 也随着孔荣的血肉 一起凌落成了许都街头的烂泥 正如明清之地的大学者 王夫之总结的那样 孔荣死而士气灰 姬康死而轻一绝 在建安十三年的这个秋天 以孔荣的死为标志 曹操身边的知识分子们 或主动或被动 纷纷在汉士和曹家之间 开始选边站队 一部分新存汉士的知识分子 与曹操之间的关系 也由此出现了裂痕 一个迹象就是 寻遇 寻忧 崔眼 毛戒 这些之前屡为曹操出谋划策的 智能之士 在赤壁之战前后 却集体失语 不再为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并非如影之士的假许 还在小心谨慎 适可指的向曹操有所建言 而寻忧本人 献给曹操的最后一条计策 也只是劝他在南征刘表时 显出冤夜而践行清静 以掩其不意而已 实际上后来因为刘表病死 这一个计策并没有完全执行 在参考赤壁败还后 曹操当着众人的面 大叹若郭凤孝在 不使孤致死 以及随后数年 他连发三道求贤令 宣布街后用人的标准是 为财事举 物居品行 哪怕是不仁不孝 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也可以为己所用的情况 这就十分令人玩味了 我们知道 在史集的描述中 寻遇 人以利得 名以举贤 寻忧 人之失表 去恶不去不止 摧眼 清中高亮 正色于朝 毛戒 以简率人 其所举用 皆清正之事 这些人 在当时 都是世人道德 品行上的楷模 相反 郭家 则是不致行俭 为此 被不以非道假人的 陈群 数次当众指责 而曹营 人才之多 就连诸葛亮都感叹 未输多事 可赤壁之战后 曹操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独独对郭家 无比怀念 却对寻遇等 德才兼备之人 视而不见 就是因为 郭家对他个人 无比忠诚 而寻遇等人 得受儒家传统 道义原则的束缚 不能与之同心的缘故 所以 正如陈寅雀先生所说 复曹梦德者 旷世之消解也 其在汉末 欲取流世之皇位而代之 则必先摧毁其禁地 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 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 然后可以成功 所以 求贤令 不仅仅是赤壁战败后 曹操处于汲取经验教训 而在人才政策层面上 进行的修正和反省 更反映出了 他内心想要抛弃 以寻遇为首的这些老古板 而提拔忠于自己个人的 新人之倾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生了寻遇 反对曹操 进决为未攻的事件 据三国志寻遇传 此事发生在建安17年 此年之前 由于奉迎县地督徐以来的 种种功勋 曹操已经官居丞相 绝封五平献猴 十亿万户 并且享受暂败不明 入朝不驱 剑旅上殿的特权 在汉家制度内 他的官爵 位号 已经到了顶 尤其是以功为先后的爵位 汉代的爵位 有两类 一类是来源于秦制的 二十等军功爵 最高等级是猎猴 曹操的五平猴 就是如此 另一类是诸侯王爵 只有皇子皇孙 才有资格被封售 也就是所谓的 非流氏不得亡 而从建安元年 奉迎县地督徐开始 曹操就已经被封为了五平猴 十几年来 虽然实力有所增加 但绝号却只能止步不前 这既与其一同北方的功劳 不相匹配 也满足不了他意欲 封土建国的野心 所以在此之前 曹操只能假守于自己 冀州牧的官职 来建立自己的直辖领土 更重要的是 在现行的体制内 丞相冀州牧的职位 在法理上也是极深而止 一旦曹操本人去世 他的子孙 不能直接继承他 奋斗一生得来的权益 这一点 当然是他难以接受的 因此 曹操要想更进一步 就必须对现有体制 做出重大改动 这条路 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 那就是王莽 200多年前 王莽辅政 就曾脱为古制 使朝廷封自己为 安汉宫 列土封国 打破了汉代 并无公爵的制度 为其篡夺汉史江山 奠定了基础 进入东汉以后 宫这一绝称 很快消失 200年来再无先例 如今曹操既然想 效仿王莽 首先想到的 自然也是脱古改制 假恢复上古 五等爵制之名 行列土分封之时 这种真实目的 不便公主于众的工作 当然不能由曹操自己来做 而且到了这个份上 甚至不需要他受益 也会有人体察上意 主动为其分忧 毕竟在天命 以弃汉史而去的大势下 像孔荣 寻遇那样不知趣的人 总归是少数 承担这一任务的人 是董昭 董昭是眼周定陶人 之前是袁绍 张扬的属下 所以他既不属于 如影世人 也不属于乔配嫡系 可以从容周旋于两派之间 而且早在他为张扬效力时 他就屡次相助曹操 在奉迎现帝读取仪式上 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他又长期担任 曹操的司空军纪酒 竖进两侧 深得其信任 所以由他来发起提议 是比较合适的 据其本传一载 建安17年 董昭首先向曹操进言 应该仿照古智 开剑五等 即重建儒家经典构建的 西周时期 公侯博子男的五等觉智 而所谓开剑五等 后四等只是掩人耳目 只有设立最高等一的公爵 才是其真实目的 曹操对此自然心知肚明 便装强作势地答复说 开剑五等 是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 才能办的事 而且也不是为人臣子者所疑 我如何堪当此任呢 董昭早就想好了说辞 从容应对说 自古以来 以仁臣的身份旷世者 从未有人如丞相年今日 这般大功 有今日这般大功的人 则没有一位 能够九处仁臣的地位 现在明公年 以谦逊自居 乐保明捷 实在是比一隐周公 还高尚的智德 然而您的这份苦心 上至天子 下至小民 却未必能够理解 身处臣子的地位 却总是招来外间的怀疑 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忧了 为您百年之后考虑 还是应该现在就打下基础 而打基础的根本 一在于土地 二在于民户 所以应当从这两点下手 来迎接属于您自己的三国 这些话狂妄不惊 本来不该进入您的耳朵 实在因为您带我董昭 恩重如山 但我才不敢不说 听了这些话 曹操的反应史迹虽没有记载 却不难推知 因为紧接着董昭 就与猎猪诸将吉义 提出了 丞相以禁决国公 九夕备物 以张书勋的主意 但是呢 由于巡运当时官居适中 上书令 相当于名义上的汉室朝廷首脑 这个计划 要经过他的首肯 才方便实施 于是董昭又撕下来征求他的意见 近年来 曹操不断谋求进一步 抬升个人地位的行动 巡运都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 他完全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时代在变 人心也在变 在内心深处 巡运知道 王朝的兴衰 有如春秋轮回 一家一兴之天下 总会迎来江山一首的那一天 汉室之衰微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如今 连皇帝本人 也不过是个深宫里的囚徒 玉座上的傀儡 他寻遇一个白面书生 又能如何呢 然而 可能是他所受的数十年 儒家中军教育在作祟 也或许是他汉室中 上书令的职责使然 又或者是因为他 世奖尽忠十余年 从而与汉宪帝 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感情的缘故 玉座终究无法认同曹操 以汉臣之身份 谋求另起炉灶的行为 所以面对董昭的暗示 他的回答是 曹公兴义兵 本位匡朝宁国 并忠贞之成 守退让之时 君子爱人以德 不宜如此 你曹操当年起兵 不是说为了匡扶汉室吗 这么多年 你一贯以忠臣面目是人 难道都是虚假的吗 禁决国公 九夕被误 是非臣子所疑 为了你自己的声明 我希望你不要如此 董昭将他的这一答复 传达给了曹操 史记说 曹操的反应是 心不能平 不久后 曹操南征孙权 路上向朝廷上表 要求派玄域来侨献劳军 玄域一到 曹操就将他扣留了下来 名义上以其为丞相参军 其实却是剥夺了他对于朝政的发言权 按照陈寿本人在三国制中的说法 后来曹操兵发如虚口 巡逾得因病被留在了寿春 以忧空 十年五十 在陈寿的描述中 巡逾似乎是病死的 可是他紧接着又说 明年太祖遂为魏公已 此处一个随字 似乎暗示巡逾之死另有原因 只是不变明书而已 陈寿本人没有明书的细节 都被某些史料保存了下来 比如成熟于东晋的魏氏春秋说 曹操派人送给巡逾九十 然而打开石盒 里面却是空的 巡逾从中体会到了某种含义 于是引药自尽了 曹操欺人一贯喜欢打痒迷 最著名的势力 当然是《三国演义》里描写的 义和苏 鸡肋 两世 此外他还送过当归给太史词 送过鸡舌香五金给诸葛亮 也都是别有用心 至于此处空石盒之含义 有人说是叫巡逾把嘴闭上 还有人说是暗示 汉室江山已经不复存在 甚至更有人大开脑洞 说空石盒是晚 所以曹操是想挽回巡逾的心 其实在我看来 这件事没那么复杂 上古以粮食为俸禄 实禄实禄 无实自然也就意味着无禄 而且按照理智 誓死称之为不禄 以巡逾之聪明博学 他岂能不知曹操的心思 纵观曹操一生 私人恩怨他或许可以既往不咎 但政治上跟他作对的人 他绝计不会放过 既然在禁风未攻仪式上 巡逾选择站在了曹操的对立面 他就应该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可能 这种情况下 与其将来像孔荣一样 被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然后沉失接头 累积家口 还不如趁早就自行了断 求人得人 以免祸及子孙 所以魏氏春秋说 巡逾引药自尽 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陈寿所云 以忧轰 只不过是隐晦的说法 据裴柱所引 欲别传 临死之前 巡逾还烧掉了所有 他出任上书令以来的书信和奏章 他曾经做出的那些奇谋妙策 奏意现言 也同他破灭的理想一样 全都化作了飞灰 奇怪的是 另有一则史料声称 巡逾的死 可能还与扶皇后一案有关 此事 鉴于陪住所引 无人园夜住宿的县帝春秋 说当年 董成和董贵人 因一代赵事件被杀时 汉县帝的皇后 福寿大巨 担心自己早晚也会落得个 跟董贵人一样的下场 就写信给父亲福安说 皇帝有意对曹操展开报复 希望他能设法相助 福安得了这封信 就跑来拿给巡逾看 欲 恶之 求隐而不言 后来福安又把这件事 告诉了自己的七弟 樊普 樊普就立马向曹操告密 曹操就暗中有了防备 再后来 巡逾又担心 此事泄露后 自己受牵连 想主动揭发 又利用出差到夜城的机会 劝曹操 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汉县帝 曹操说 现在皇帝有浮宽后 我女儿怎么能许配跟金上呢 再说我当宰相还不够 难道还要靠裙带关系来顾宠吗 巡逾就说 浮宽后没有生儿子 性格又坏 往年曾经写信给他父亲 说了好些不当言论 可以因此事将他废掉 曹操说 往年有这事 那你怎么不早说 巡逾假装吃了一惊 说 我以前跟你说过呀 曹操说 这又不是小事 你要是跟我说过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于是巡逾又吃惊的说 真的没跟你说过吗 可能是当年在关渡跟袁绍相对峙时 我怕增加你的烦恼 所以一时没告诉你 曹操又追问说 既是如此 那关渡战后为何不说呢 巡逾就无言以对 只好不住着道歉 因为此事 曹操就对他怀恨在心 但是表面上却还是客客气气 所以外人都不知道详情 到了董昭 提议进曹操为卫攻 巡逾无法认同 想找机会劝劝曹操 于是在他到桥县劳军之时 他就在仪式结束后 请求与曹操单独会见 然而曹操已经猜到了他的目的 稽而浅之 欲遂不得言 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巡逾在寿春去世后 曾有人从寿春逃奔东吴 告诉孙权说 曹操是命巡逾把福皇后杀掉 巡逾不干 所以才自杀了 孙权还把此事转告了刘备 以上这段情节 虚实交错 言辞生动 说的跟真事一样 所以迷惑性很强 比如福皇后写信给父亲福丸 巡逾到桥县劳军等等 都是确有其事 不过其核心事件 基于巡逾向曹操当面告发福皇后仪式的真实性 却老早就受到了裴松之的质疑 他的理由是 一来此事别无旁证 二来 以寻遇之聪明 怎么可能说出那些漏洞百出 对答拙劣的说辞呢 所以裴松之断言 这一记载很可能来自街坛相义 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纯属美影的事 对裴松之的这一看法 我是比较认同的 现地春秋的作者 袁叶生长于无地 很可能从未到过北方 他对于曹魏内幕的了解 只能得自传闻 真实性自然无法保障 而且该书的写作风格 颇近于小说 许多记载都与同时代的其他史料 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会答虚谬 一直受到历代史家的批驳 再说 就是不看史书的史料价值 单同其记载的这一事件本事来说 除了裴松之指出的那一点之外 也还存在至少两处 与史实不符的破绽 一处是 该记载加循玉之口说 福后没有儿子 然而据后汉书 县地记 以及同书的福皇后传 福皇后实际上是生育有两个皇子的 并不是没有儿子 另一处是 循玉之死在建安17年 而福皇后因为事发被废 是在建安19年 而且史料明言 至19年 事乃漏蟹 如果曹操在巡玉死前 便已得知此事 他不可能等到两年以后 才处置福皇后 由此可知 说巡玉曾向曹操告发福皇后一事 确实是后乌君子 冤枉了巡令君 总之 巡玉的死 对曹操来说是引珠 是不动声色地清除了篡国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对他本人来说 则从苏格拉底 王国维一样 都是主动选择了为自己消失的理想而殉葬 毕竟 如果不是他20年来的辅佐 曹操这个出身着流的坠烟已丑 恐怕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汉室篡夺者 可以想象 这对于一生致力于安邦定国的巡玉 是多么残忍的侮辱和打击 所以 从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事变 义无再辱之遗言的王国维先生一样 巡玉选择了不给任何人 让自己再次受辱的机会 以高贵的死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巧合的是 他和王国维一样 去世的时候 也是五十岁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却容不下巡文弱 不死 他又能如何呢 巡玉的死信很快传到了许多 汉宪帝流邪文之 十分哀痛 是知祭祖神之 宫中本应大赦燕月 汉宪帝却下令将燕月撤去 以此烧至悼念之意 因为他知道 巡玉这一死 曹操轻移汉顶的行动 便不带有任何障碍 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加的艰难 另一方面 由于巡玉是自尽 而非以罪服法 曹操也没有为难其家属宗族 不久后 巡悠仍担任了魏国上书令 巡玉的四个儿子也在曹魏任官 其中长子巡玉 继承了巡玉万岁亭侯的爵位 第四次巡蚁还当上了司空 不过因为巡玉去世时 他的身份仍是汉臣 在汉位善待以后 有相当长的时间内 他都被曹魏政权排除在了开国元勋的名单之外 例如曹魏曾经于青龙元年 正史四年两次 配享大魏元公之臣 与太祖曹操之庙 配享的名单包括夏侯敦 曹仁 承玉以下至庞德典委 总共23人 陈群 忠瑶 华新 王朗等人均在列 却没有功勋最为卓著的巡玉 巡悠和郭家 后来在正史五年和警员三年 巡悠 郭家又分别被捕录了进去 但直到曹魏灭亡为止 巡悠也没有获得这个资格 裴松之分析说 这可能就是因为 他末年曾反对进封曹操为卫公 以及他并非卫臣的缘故 至于巡悠 以卫臣的身份载入史册 则是西晋以后的事 一代汉臣 中路卫书 巡令军若死后有灵 不知他又做何感想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以上皆为一家之言 如果您觉得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中批评指正 如果觉得还行的话 也请赏我一个三连 我是盲山野人 一个博物正业的历史学博士 咱们下期再见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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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